煮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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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今天我們教各位做一個三杯雞 我們介紹材料先從這個雞肉開始 我們今天用的是防土雞 烘仔雞 就是不是那種白色的肉 肉燒的顏色深一點的 或是土雞都可以 然後另外呢 薑 蒜仁 蒜頭仁 就是整顆的蒜頭剝皮之後 然後辣椒 另外九層塔 米酒 胡麻油 就是黑的那种麻油 酱油膏一杯 我跟各位讲 一只鸡腿你也用一杯 一只鸡腿你也用一杯 那一只鸡腿肯定会比较咸一些 所以酱油膏还是你要酌量增加 这些东西虽然就要三杯 但是你都要酌量 都要看情形 好怎么做呢 我们先准备个锅子 把鸡肉剁好之后 先没有办法用炸的 我们用油把它煸过 把它表面煸香 加一些油 先把它煸炒过 干干锅子 等于就是把表面 让它瞬间受到高热 让它焦化 表面微焦 待会再去烧的话 味道就会好一些 开大火煎 一面煎完 煎另外一面 把它煎到表面微焦 好 我们现在煎 像我现在煎到这样子 把它煎到表面都焦了 这样就跟炸的相差就不远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火关掉 煎好的鸡肉 我们就拿到旁边去 另外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烧了 然后先放胡麻油 然后姜片跟蒜头仁 稍微把它爆一下子 把它爆到它为焦 好我们这个辣椒也可以下来了 辣椒也可以下来 稍微把它爆一下子 如果你喜欢吃香一点的 你把它爆焦一点 要不然的话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稍微把它爆 先爆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刚刚干煎过 干煸过的鸡 煸的干干的焦焦的鸡 我们把它放下锅 稍微排一下子 然后呢 酱油膏 下去 像这个的话 一杯 都多了一些 然后 我们就不要放到一杯 然后酒 酒就比较无所谓 因为酒它会挥发掉 它也不会说 太咸或怎么样 好 不需要去翻炒了 盖子直接把它盖起来 好我们现在 煮了大概12分钟了 然后我们开开看看 快干了 这个时候火 不要太大 底部有点微焦 这样就对了 像这样子 汤汁不是很多 这个时候你再来略微 给它翻动一下 好我们把火稍微 关小那么一点点 让它再稍微煮一下子 最后呢 火稍微开大一点点 我们最后再把九层塔 放上去 九层塔呢 不大需要去翻它了 直接把盖子盖上去 让这个热气 让九层塔软掉 这样就好了 关火 好 打开看看 像这样子 一打开 九层塔味道就很香 下次你要做三杯机的话 你试试看我教你的方法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 让家人满意的三杯机 然后再放在一起 进入 我怎么没看到 我看到了 我怎么没看到 我不在一起 让你像这一样 这样子 对你 比较 我 对我 我 别失了 我 跟你